大臣報也是進報的這一位 疑藝經疑記者 還有我們民政新聞台 我們的蔡永元蔡社長 那還有我們古都廣播電台 我們的宋炳祥宋記者 跟中華日報 我們的林雪娟林記者 跟我們聯美美聯記者 現場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早安大家好 很奇怪 花蓮辦公年紀 已經超過20個年頭 為什麼今天 我們即將要在7月29號開始 每一個禮拜的公年紀 是在哪裡 是處在於中央山脈的一個四面環山的一個峽谷裡 它的環境就處在於台東花蓮的正中間 不管你要到花蓮市要100公里 你要到台東也是100公里 可以講不管路海空都是全國最不便利的地方 由於它的交通不便利 所以所有的工業生產沒有一家願意選擇在那裡 因為為什麼工業生產他們是在拼紅海戰略 他們所拼的一個螺絲帽 一個這個平板 所賺的營餘可能是一塊錢或者幾毛錢 所以如果加上印出成本來的原料 做完以後成品運出去 成本都要比任何地方都高 所以在先天不足的情況之下 一里鎮250萬平方公里 整個的土地面積大於一個台北市 那麼人口只有兩萬五千多人 所以我們唯一能夠賴以為生的就是做農業 所以全國最大的生產稻米產區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在我們的一里鎮 在我們的一里鎮 而且去年全國稻米的總冠軍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在一里鎮 而且是聯繫五連法 全國十大經典毫米 各位 產區量最多 而且品質最好的在一里鎮 各位知道 每一年的八月份九月份 全國最大的花海 我們不需要跑到日本去看花海 你要看有四五百公頃的黃層層的金針花山 最大的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一里鎮 在一里鎮 那麼過去談到西瓜 只要一里西瓜四個字 就是品質跟價格保證 那個產地也在一里鎮 所以八月份是我們原住民朋友 因為一里鎮 他四十四大族群 原住民閩南客家漢人 各占四分之一 當然這幾年 因為原住民朋友 他們閩漢 原住民通分之後 很多都從母姓 因為阿捏族 我們剛才看到那些舞者 都是我們在地 從一里過來的阿捏族小朋友 每一個身材矯健 而且面貌較好 所以很多漢人都起起阿捏族 之後 因為是母系社會 都怎麼樣 改為這個原住民族 所以目前 一里鎮內 有三十七趴 是原住民的一個 這個族群 那麼 每一年的八月份開 七月底 八月九月 是我們的後年季 也就是他們謝祖霖 感謝祖霖 讓他們有一個很豐收 我們可以看到 前幾天的颱風 原本講說 進來是要從 秀夫蘭西登陸 秀夫蘭西登陸 就會讓我們一里鎮 不管是稻米 火龍果 文旦 甚至於金針花山 都會有受到很大很大的創傷 但是 他們的祖靈保佑 讓這個颱風 往到別的地方去 當然 別的鄉鎮 我們真的 非常非常的痛心 但是 不外乎 以環境就是如此 那麼 他們謝祖霖的一個日子 過去二十年來 都是怎麼樣 他們的活動 可能知道的人去走一走 不知道有這麼好的環境 那麼 這一次我們希望透過 二十一場的 霧落風年祭 選擇了四場 選擇了四場制 那麼 希望各位去參加到風年祭的同時 來看到他們這個 原住民朋友的熱情 當然 來到那個地方 也不要 入了寶山空手而回 所以我們很希望 到了一里鎮 能夠各位的精神 安排可以兩天一夜 來體驗 重製季時代 全國就最好的安東溫泉區 就在一里鎮 那麼也能夠來體驗 正在花開盛開 這個金針山 來去走一走 有那一種 小歐洲 小瑞士的一個 這個花山 尤其四五百公頃的 這個金針花盛開的 這個場地 也能夠人 能夠來去體驗一下 當然 也很希望 各位 能夠潛藏 全國最有名的 這一些稻米 品質最好的 都把它埋回來 怎麼樣 當你們的伴手 送給你的親朋好友 人家說的 在這裡吃好吃的衣瓜 最重要的 就是說 它 沒有虔誠的生產 沒有重金屬污染 所以它是全國最安全的 所以 到了那個地方 入寶山 不要空手而回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們很高興 除了剛才 那一群原住民 小朋友的歌舞 各位要知道 這一些小朋友 非常非常有來歷 他們除了剛才 你跳得漂亮 人長得漂亮 最重要的 那裡面有全國現在 我們田徑 一百公尺 兩百公尺的 紀錄保持者 鍾小瑞在哪裡 揮揮手好不好 小瑞可能在休息室 休息室 在休息室 目前是我們全國 一百公尺 跟兩百公尺的紀錄保持者 也有全國進走 第一名跟第二名的 紀錄保持者 也在這裡面 來 鍾小瑞跟各位揮揮手好不好 來 跟大家打招呼 全國第一名的 來來來 跟各位揮揮揮手 來來 跟各位揮揮手 非常優秀的人員 非常優秀 非常優秀 那麼這一群 這一群舞者 我們稱他們為小龍靈 因為為什麼 華聯縣 聯繫 六連霸 龍舟競賽 他們是怎麼 以小博大 以小蝦米鬥大經理 因為大家 華聯縣所有 不管消防局 不管體育協會 想要打破的紀錄 想要打敗的對手 就是他們 因為已經練習六連霸 但是他們這一群是怎麼樣 第六年是傳承前一任 五連霸 他們的媽媽阿姨 交給他們 他們還是怎麼樣 顧戶眾望 今年的上個月 龍舟 依然讓我們 依然讓我們議題政公所 留下了六連霸 所以可以講人才積聚 所以這樣一個鄉鎮 我們講 有很好的人文 有很好的產業 有很好的美食 那麼過去 因為我們的交通不便利 所以這樣我們都隱藏在 我們的鄉間小巷裡 所以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把這一些 透過了這個風雲季的時候 能夠做產業的結合 未來也能夠 出來看到了 比方說王總現在這邊 也很高興 今天來到這邊才知道 那個王總的學校 南台科技大學的校長 戴謙 戴博士 戴校長 就是我20年前就認識的好朋友 那麼剛才跟他通完電話 希望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在這裡 第一個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有來茶葉 這個原住民工林界的記者會 把茶葉帶過來 各位知道